玉楼春中有一个奇女子,她是全剧活得最通透的人,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,她便是林绍春的师父,百戏班的班主柳三角。 那个时代一个女子独自立身实属不易,戏子更难。 柳三角一人支撑起了百戏班,还收留了不少孤苦的孩子,这实属不易。 柳三角经营戏班多年,一共收了三个得意弟子,分别是柳无双、桃妖和林绍春,这三人阴差阳错的都和孙家人扯上了关系。 柳无双是林绍春的师兄,在林绍春进百戏班之前就出师了,所以以前不曾见过他。 林绍春第一次见师兄柳无双,是在孙太太给孙玉楼举办的签红会上,林绍春跟着干娘一起去参加宴会。 柳无双是京城最有名的银子的行家,也就是说书的,那时候林绍春并不知道台上的人是自己的师兄柳无双,只听三奶奶说起这个人曾经也在百戏班待过。 后来林绍春在师父那里又看到了柳无双,这时才知道柳无双是自己的师兄。 柳无双在京城很有名,经常去各府说书,孙家就在其中,签红会上一次,三奶奶请了一次,吴月红请了一次。 光有镜头的就有三次了。 柳无双经常出入孙府,所以认识了孙家的二小姐孙友德。 孙友德早年间就出嫁了,一直没有出镜,不过她的戏份很快就要上线了。 孙友德的婚事由不得自己做主,虽然早就爱上了柳无双,但是碍于身份两人不能在一起,为了家族嫁进了李家。 孙友德婚后过得并不幸福,后来丈夫去世了,自己被婆家嫌弃。 林少春于心不忍,后来又知道了孙友德和柳无双一事,就从中给予帮助,最后两人如愿相守。 陶妖的故事已经演出来了,气得观众牙痒痒。 陶妖算是一个职业绿茶,以色骗钱,柳三觉对这个徒弟十分无奈。 陶妖最气人的地方不是绿茶,而是他能让受害者对他死心塌地,比如曹三公子。 曹三公子被陶妖骗得倾家荡产,只能在破庙栖身,还口口声声说陶妖是最善良的女子,她就算死,也不想陶妖受委屈。 像陶妖这样的人,是不会有好结果的,不然观众会受不了的。 已经播出的剧情中,吴月红听了三奶奶许凤翘的话,把陶妖和她的婢女卖了。 陶妖是何等的厉害,用钱财诱惑人贩子,最终陶妖逃过了一劫,还被孙世杰带进孙府台为了姨娘。 陶妖进入孙府之后,处处和吴月红争斗,她想干掉吴月红取而代之。 孙世杰本来就不喜欢吴月红,又相信陶妖的话,最后差点和吴月红合理。 最后,孙世杰发现了陶妖的真面目,幡然醒悟,原来吴月红才是最善良可爱的。 陶妖坏事作戒,最后肯定不会有好结局的。 女主林绍春年少时被灭族,在长嬷嬷的帮助下逃过一劫,后来败有三绝为师。 林绍春遇到孙玉楼的时候,还背负着父亲的冤屈,所以一直没有答应孙玉楼的追求。 后来孙玉楼查明了真相,临远道喜摔了冤屈,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林绍春嫁入孙府,过了一段十分幸福的生活,后来知道公共当年陷害了自己的父亲,便和孙玉楼之间生了嫌隙。 隔着杀父之仇的两个人还能在一起吗? 第一集中,孙玉楼在街头掩体影戏,林绍春四处寻找孙玉楼,那就是后来两人发生的事情。 孙玉楼因为父辈之间的事情无言面对绍春,独自离开了家。 多年后,两人都释怀了,结局还是很圆满的。 柳三觉这三个得意弟子,柳无双和林绍春都找到了真爱,只有桃妖一人下场凄惨,不过那也是他应得的。